原标题 心暖阁的不止因为大修的关系 养心殿已经封闭两年有余 很多到故宫还原宫斗剧场景 朋友都想早日一睹养心殿的真面目 时光穿越回上世纪八十年代 如果当时你参观故宫养心殿 耳边萦绕的就是爸爸广播出的这样一段解说词 下面就让我们用这段解说词 重温一下中国封建帝王的最后一个居所吧 据1979年故宫博物院群众工作部讲解词整理 档案号19790270Z朋友们 镇间这里是养心殿 从清朝雍正起到清末的二百多年时间里 皇帝就在这里居住 以及进行日常的政务活动 当时官吏晋升或调动之前 皇帝在这里接见他们 这叫做也见 平时皇帝看官吏的 奏折 召见军级大臣 商议军政要务等都在这里 可以说 这里是当时政治活动的中心 到1911年新派革命时 清朝政府就是在这里被迫作出决定 结束了清朝的封建统治 东暖阁这里是养心殿的东暖阁 到清朝晚期 是西太后慈禧垂帘听政的地方 慈禧初进宫时 仅是一个秀女 由于她善于端迎 很贵恩于奉承 受到贤封皇帝的赏识 很快就进封为贵人 贵妃到六岁的同志皇帝继位后 又摩椅子贵被封为皇太后 但是这个野心勃勃的慈禧 并不满足皇太后的称号 她使出各种阴险的手段 清除了辅助同志小皇帝的几个大臣 亲自掌握了朝政大权 可是按清初的制度 慈禧不能把小皇帝废掉自己 直接当皇帝 所以搞了垂帘听政 东边陈设的宝座 分前后两套 前边是皇帝做的 后边是慈禧做的 两个宝座中间悬挂着皇沙帘 就是皇帝接见大臣时 坐在前面的宝座上 太后坐在后面的宝座上 中间挂着皇沙帘 以表示慈禧太后 并不是直接与大臣议事 而是皇帝与大臣说话 这就是垂帘听政 东北角适水的安时 是皇帝休息的地方 后殿这里是养心殿的后殿 清朝雍正皇帝 以后的几个皇帝都在这里居住过 1911年辛亥革命 推翻了满清王朝的统治 但是清朝的最后一个皇帝溥仪 却享受着优待条件 仍然自由地居住在故宫后半步 这里依旧是他居住的地方 过着没有皇位的帝王生活 直到1924年才被迫离开故宫 到1925年这里才正式对外开放 现在这里保持了清朝皇帝居住时的原状 东西市的抗床是皇帝的卧室 店内的扁帘及陈设的工艺品 悬挂的工灯等都是清朝的文物 东边小院是皇后居住的地方 西院是非责母的住处 现在都是原状陈列 改革开放前 故宫博物院多年未有开放 1966年八月文革运动中 故宫博物院停止开放 各项业务工作均处于停顿状态 1971年恢复开放后 展览也非常有限 早年参观过故宫的人都能回忆起 此时故宫展览的中心 是一组名为收租院的泥塑群像 这组泥塑创作于1965年 最早陈列于四川省大一县 刘文彩庄园 反映了旧社会地主对农民的剥削 泥塑被陈列在紫禁城东部的凤仙殿 也就是今天中表款的位置 1980年国庆节 养心殿在文革后 首次面向公众开放 刚刚走出文化桎固的中国人 盲牒地恢复了对历史八卦的兴趣 从这段解说词中我们不难看出 在四十年前观众的兴趣 与今天截然不同 他们更关注的是 清末慈禧和溥仪的译文趣事 也是在这一年 中国香港导演李汉祥 开始筹牌电影火烧人民元 并于三年后完成了拍摄 作为八十年代出生的北京人 现在我还记得 又年时在大街上看见外国人的心 愤感 在1980年8月的院长办公会上 当时主持院内工作的第一副院长彭研究提出 今年有十几批国家元首来 养心殿要在十一开放 而在后来的解说词编写过程中 也特别强调了有些外国游客 恐怕连明朝、清朝都搞不清楚 因此有些历史人文如李自成 崇真、雍正、乾隆之类可否加个时间概念 如十八世纪的乾隆之类 于是在国内参观者对故宫扩大开放面积的迫切要求下 在国外参观者对地治中国的神探索中 故宫博物院决定修缮养心殿地后生活区 于1980年开放 养心殿修不起 十六万元的天价预算 当时的养心殿自1957年修缮屋顶后 已经二十多年未大修了 加上文革时期维护不善 整个宫殿相当破败 在1972年的建筑普查记录中 养心殿报下、配殿、西群房等处 在大漠局部残坏遭秀 屋顶漏雨游深 养心殿报下、西配殿更为严重 所有游浪望板都有部分遭秀腐烂 外延油画破乱残坏 有损大漠和观瞻 院内地面有些坎坷不平 水到堵塞 有的房屋内潮湿 为了开放参观 养心殿的大修 就这样拉开了帷幕 在最初上报的文件中 养心殿工程的预算为19万元 这是什么概念呢? 1980年 北京的油条四分一根儿 白石灯三毛八亿个 一个普通工人的月工资在40块钱左右 再加上当时物质匮乏 经济困难 19万元维修 款 基本上算是个天价 于是几经和解 工程预算报文物局审批时 压到了16万元 不过我们工人有力量 在修缮中发挥了主观能动性 在最后的工程结算中 工程物料共花费了10万9176.84元 加上工时费 也未超过预算 值得一提的是 为了修补室内装修 工程购入了0.02立方米 也就是两块豆腐 那么大的金丝南木料 花费了16.78元 可见当时南木价格最贵 但也靠谱 此外还有一些比较贵重的建筑材料 比如用于修补正殿后创造的云母片 两公斤167元 用于调制红色光油的广银柱 五公斤213.75元 赤金一张223元 合金12张440.31元 赤金和合金是指不同种类的金箔 采购已完成贴金工艺的 养心殿是皇帝寝宫 彩化等级最高 为金龙和喜 要求在彩化会龙的地方 以及岔口线 皮条线等线条均用贴金 此外 木构上的矿线 云盘线 零花金帽 隔山大边的两柱香线 廉价大边双皮条线 薄缝板上的山花寿袋 都需要贴金 清淡所用的金箔有两种 一种为酷金 一种为赤金 酷金含金量为98% 又衬98金箔 赤金含金量为74% 又衬74金箔 赤金因为中间加银 色泽黄中偏清白 比酷金色浅 当然也比较低级 但是在1980年修缮时 连赤金也买不起许多 所以需要贴金处采用了大量的合金金箔 也就是以铜合金为主制成了仿金箔 只有牌匾字体上 用了极少量的酷金金箔 合金除了色泽上远不及酷金 贴合度也差很多 如果表面不平整 非常容易贴出刺 所以在工程验收时 验收方对门箔寿面提出质疑 认为应该定过庆节以后 用酷金重贴 对此 当时主管古建工作的善事员任长批示 寿面已经贴合金箔 今年不要再改贴库金箔了 节约点吧 做就放就 一个有年代感的养心店诞生 那此次养心店大修范围很大 西配店及西群房北部 八间全部调顶街吧 院内所有房屋及墙顶清除杂草 桌结加笼 天配瓦授建 正殿 西配殿 西群房军 有大幕构建更换 门窗全部重新修整改造 室内地面局部修整 室外地面全部接卖 台名修整 拆除建墙 降低院内地面 下架游是基本重做 采划除部分修整外 也都予以重做 此时期的修缮材料和修缮手艺 还保持着清代传统 所以之前我们在参观养心店时 有非常强的年代感 比如此次修缮中 全部用矿物颜料上晒 没有使用化工颜料 除了部分木构建 刷防腐油 离古彩化用巨醋酸 以吸入胶粘结 以及使用了一些丙烯酸 星期外 很少使用化学制剂 工程中特别指出 各色油皮均要求用光油调制 不得西式或参加亲戚 上油时要用丝头锁 油穿顺 搓油是一种油饰传统工艺 清代刷油时用熬制光油 加上矿物颜料 也就是银珠制成红色光油图式柱子 光油粘稠度高 用油刷拉不开 要用丝麻绽上 由油工手工搓到柱子上 虽然搓油工艺 保证了光油的粘稠度和贴合度 但是因为又脏又费实 后来的施工中 这种方法就越来越少了 在前期修理养心殿的院领导讨论会议中 副院长于坚就指出 彩化要尽量保存 使其延年 在1980年的养心殿大修中 一直遵循了古建筑的延年原则 即能修的修 能补的补 替换部分与原外观统一 因此 彩化修负重 也特别注意了仿旧的细节 比如将离古俏起的旧彩化用乳胶年节 家旅至眼前 履带定牢 残缺部分在找博帐上面 模仿旧彩化的花纹 色调随就着补 新耿换木构上的彩化 按原有彩化的花纹色调做成仿旧彩化 故宫修善计议 不得将治国师傅介绍说 彩化座就是当时故宫维修 中经常使用的一种手法 因为彩化绘制在厚厚的的帐上 如果的帐军列脱落严重 彩化就要重做 重做彩化时 先按照先前彩化上的图案进行描模 上骰时进行随色 就是按照脱落彩化的颜色 把颜料调成有年代感的色调 张师傅说 有时做就仍学不足 就去房梁上抓紧把陈年老辉扬在彩化上 然后再除掉 除此之外 栏木构建了维修 也保持了传统的擦腊工艺 维修中南木窗扇擦腊 南木方割窗 玻璃窗表面杂物清理干净 后找补南木色辣逆子 重新擦腊 为了抢在郭庆节前开发 整个养心殿修缮工程 仅仅用了三个月就完工了 之后 对养心殿身内陈设进行了重新布置 正殿机系暖格恢复成雍正 乾隆石布局 三西堂恢复为乾隆时期布局 东暖格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对慈禧的热爱 恢复为统治初期布局 后天暗地后日常起居摆设 一个年代混搭的养心殿就这样诞生了 养心殿此次修缮的历史时期 可以说是非常特殊的 我国第一部文物保护法 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是1982年11月19日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的 所以说 此时养心殿的修缮 还在一个无法可疑的时期 而老一被文物保护工作者 则是此时故宫修缮工作的把关者 回望往事 非常万幸的是 老一 为了文物工作者坚守着信念和准则 尽自己所能将这批宝贵的物质遗产 传递到我们手中 文病工徒王靖雅作者系故宫不误愿不适后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